OK我们继续 我们再来看里面这一层 我们先放大一点看一下 他这层中间这个应该是有一个白色到这个颜色的一个 渐变 外圈这个是怎么做的呢 上面亮一些 上面暗一些这个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斜斜面浮雕去完成的 斜面浮雕好像有几种形式 有内斜面外斜面整状浮雕对吧 他你这应该是选择的是一个外斜面去完成的 那我们来怎么做呢 我可以直接继续吸取颜色 下面的是白色的 上面的是这个颜色 好吸取完了 再是一个斜面浮雕 那这个画下去看比较简单 这块嘛 先选择填充钥匙的渐变 这个嘛 搞定了吧 再选择双吉他调出图层样式选择那个呢 选择斜面与浮雕 在斜面浮雕这个时候将样式啊 改一下 改成外斜面 改成外斜面啊 默认的一般是内斜面 但外斜面有时候可以做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 咱们将大小放大 有了吧 上面浅 下面深嘛 但下面深继续不是这个颜色吗 好 来 继续改成这个相对应的其他颜色 哎 这个太厌了 咱们将它往前来跳 它应该是这个效果吧 好 搞定啊 它应该就是这个效果 是这样吧 对 是这样啊 好 那么这一层呢 很快的咱们就实现了 重点咱们再来看一下啊 在中间这一层 中间这一层是我们 这次画图标 它的一个相对的一个要考虑的啊 要想一想 它是怎么画出来的啊 它首先是有一个渐变 可能觉得常规渐变实现不了 它是由蓝色到青色 再到 这个紫色的一个像旋转一样的这个渐变 对吧 然后再有什么呢 在中间还会有一个 这有一个更深的颜色 在想应该它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呢 这个应该是有渐变 对吧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应该是 图层样子的内阴影 对吧 好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应该怎么做啊 继续选择填充下的一个渐变属性 渐变属性呢 咱们将这个渐变属性啊 改成角度 改成角度 想它缩小一点 为什么是角度渐变呢 来看一下啊 先吸取一个颜色 比如上面的 然后呢 它再从这个紫色到哪 再来一个 的青色啊 再来一个 到什么呢 到蓝色 这块呢 它应该跟这个一样的就行了吧 是不是这样 一次性就实现了啊 如果说这两个颜色不一致 可以把它这个删掉 直接从这个地方按住ART键 再拖动一个出来 就可以保证绝对是一样的了 再来调整差中间的这个位置距离什么的 一次性就实现了啊 那么这是它的这个 渐变啊 记得这里 它是用一个角度渐变 角度渐变一定记得 两边的颜色 它必须是保持一致的 这样它这个地方才能够重叠 是它的这个注意地方 好 确定 里面这一圈深色的 它应该是选择了涂层样式来实现的 双击它调出涂层样式 选什么呢 这里应该是往内的 它应该是一个内阴影 内阴影的 记得它应该改成黑色 并且呢 是选择 阴影嘛 选择正片叠底的混合模式 来了吧 有了 再接下来 改变它的相对的距离啊 大小啊 就可以了 自另一来啊 识别识15左右 这个5左右 大家记得 记这些素质啊 没有太大意义啊 大家在做的时候 可以根据自己的画面 学会自己来调啊 记不要去死基因 被这些啊 搞定 那么这块就也实现了吧 而这块实现之后 咱们再往 里面来 中间的这个 看这个又是怎么实现的啊 这个发现 它应该用图成样式 一次性就能实现掉它 你看 上面这个亮 下面按 那么跟这边一样吗 斜面与浮雕嘛 整个是一个渐变 没错吧 再给它外面这个呢 它就是一个投影 应该就这么多 它们就是一个渐变 一个斜面与浮雕 一个投影就能完成 选中它这个图层啊 先用填充样式选择渐变 一般来说还是上面 上面和下面 应该差不多啊 好 再选择图层样式 先选择投影 或者先选择斜面浮雕 其实无所谓 投影 改 大一点 距离改长一点 对吧 搞定了 再选择 斜面与浮雕 选择什么 那些面 它应该里面的颜色 继续跟这个一致 有一些效果了吧 记得 大小可以再大一点 但那个好像看起来更硬 这个呢 好像看起来比较软 我们可不可以让它 变得更加硬呢 可以 调哪个地方呢 记得 当然不调软化啊 调深度 深度可以让它 变得更加硬朗起来 看一下 深度 让它变得感觉更加硬朗 别太深 差不多就行了 不太深 再浅一点点 实现了 很快就实现了这样一个效果 对应看一下 实现了啊 好 那么再来看一下中间这个 中间这个呢 我们需要放大来看一下它的细节 它感觉像是一个凹进去的 上面再有一层 下面还有一层亮的 那么这是做内凹的一个常规做法 来看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是这个吧 我先给它一个颜色 吸取它一个颜色 可以直接点这边吸取它啊 有颜色了 然后呢 我们再将它去进行一个修改 继续用涂层样式 双击 先选择一个内阴影 还是黑色 正片叠底啊 全黑了 没有关系 因为它这里呢 距离和大小太大了 怎么可以改小一点 比如说二乘以二十一些 有了吧 那颜色好像也不对啊 咱们可以改一个 相对应的颜色 感觉有点凹进去了吧 好 再选择一个投影 底下有层亮的嘛 这里是用投影实现的 投影怎么设置呢 这里一定记得选择 先改成白色 白色不是没有了吗 记得将涂层混合模式也改一下 里面变得更亮 那么它的混合模式是叠加 有了吧 有了啊 这里有了 只不过它太大了而已 我们可以改小 大再改成一 距离也改成一 实现了 发现没有 已经实现了啊 好 点击确定 搞定了 再来看一下还有没有哪里 没有实现 这还有两个 对吧 一个圆 圆环 一个实现圆圈 这两个其实实现起来会更加简单 咱们已经画好了 直接通过改变图层混合模式 就能够实现 将这两个图层同时选中 将图层混合模式将它改成叠加 对应的它的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只选择图层混合模式叠加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个图标我们应该基本上就将它给绘制完成了 在绘制完成之后呢 这样就OK了吗 不 我们还得找一找我们这个细节是不是画的不够完美 自己的对应啊 觉得不够好的地方 我们自己去将它完善 比如这块我就觉得它颜色太浅 深一点吧 这里也将它改的 上面改的更深一点 斜面与浮雕不够 斜面与浮雕不够 那就改的更深一点吧 上面太浅改的更亮一点吧 那么就是这样来改变它的一些细节 让它觉得差不多就OK了 通过你看通过一大堆图层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形状去完成的这样一个 开关按钮的图表 那么这个咱们从临摹阶段来说就将它完成了啊 但我们学习不能一直就是临摹 并且现在这一块我们绘制的时候 我们还得想一想 有没有更加简便的方式将它去完成呢 或者说这个图标我们有没有可能让它变得更加的漂亮呢 我想应该是有的 我可以让它变得更加的漂亮一些 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来做啊 会让它变得更加的漂亮和让它画起来会更加的简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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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